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又是高三的学生 这个周末算是泡汤了 今天就俩孩子吃饭 不过人少有人少的好处 做饭也就不用那么赶了 今天我们有学生过生日 午餐就做得丰盛点 我们今天不吃大锅饭 吃小锅菜 这个孩子的生日 也是我无意中听到的 周五吃饭的时候 就听他说 周天是他的生日 他爸爸妈妈不在家 好像挺失望的 所以我就想 今天他不是要过来吃饭吗 那就在我家给他过个简单的生日 也算是弥补一下孩子的失落 我今天打算做四个菜一个羹 先来准备做啤酒牛腩宝 把配菜清洗一下 这道菜是我新学的 个人感觉比番茄炖牛腩的味道更棒 因为它的佐料多加了啤酒 有着纯纯的麦香 不仅不会有喝醉酒醉的感觉呢 而且啤酒中的酶可以分解蛋白质 让牛腩变得更酥嫩 最重要的是呢 一锅热气腾腾的牛腩宝 在今天下雨天吃 最合适不过了 暖暖和和 准备了土豆红萝卜 洋葱和蒜末 把牛腩切块 牛腩好吃又有嚼劲 又肥又有瘦 相当于五花肉 特别适合饱汤 牛腩冷水下锅焯水 焯过水的牛腩清洗干净 下锅煎 想要肉更加的紧实 就是多煎的步骤了 煎出肉中的部分油脂 同时可以将香味煎出来 煎至牛腩 微微发黄 盛入砂锅 砂锅的密封性和保温效果都比较好 煎出来的汤或菜呢 味道更纯香 油热炒香蒜末 炒出蒜香味 把洋葱倒进去翻炒 再来上一点西红柿 倒上一点番茄酱 综合下西红柿的酸味 炒至西红柿软烂出汁 铺在牛腩上 倒上一瓶啤酒 再加等量的清水 几片香叶 少许盐 撒上黑胡椒粉 开小火慢炖 一个小时以上 我看正宗的啤酒牛腩 加了辣酱油 但是一般很少能买到这个调料 所以我也没有放 不管它正不正宗了 做出来对孩子们的胃口 就是最正宗的 把其他几道菜的配菜清洗一下 看着一盆蔬菜 颜色丰富 那今天来一道爽口开胃的大拌菜 制作简单 颜色又人 健康又营养 说到健康 崩妈和大家分享个有意思的留言 网友说 如果谁家的孩子瘦 你就去他家吃饭 太胖了一定不要去 这句话说的我是五味杂陈呀 太清淡的 又说是没营养 营养够了吧 又说孩子吃太胖了 哎 瞬间我也不会了 你们给我支支招 崩妈还是出心不便 再给孩子们摊个鸡蛋饼 所有的配菜切丝 大拌菜的搭配很多 只要是你爱吃的 都能拌到一起 口味上都是偏酸甜的味道 大拌菜除了调味 最关键的是炸葱油 给整道菜增添了香味 八角 桂皮 香叶 小葱 姜 洋葱 芹菜和香菜 凉锅凉油 把炸料倒下去 全程开小火 慢炸出香味 配料炸干 炸至焦黄 捞出 根据个人口味 调味 一般是加盐 醋 生抽 蚝油 糖和香油 再淋上炸好的葱油 一盘口感清脆 口味酸甜的大拌菜就做好了 大拌菜的蔬菜丰富 维生素和花青素含量也很高 像我们女性朋友可以多吃一点 烤肉末茄子出锅 这道菜超级下饭 还蒸了一盘日本豆腐蒸蛋 和我们普通蒸蛋的做法是一样的 我也就不过分享过程了 撒上小葱和小米椒 热油颇熟 激发出香味 来上一点蒸鱼豉油和气炭 简直太配了 味道相辅相成 鲜中透着咸 咸中内油透着鲜 非常完美 最后再来到南瓜羹 南瓜上锅蒸熟 牛腩宝炖了有一个小时了 这时候把土豆和红萝卜倒下去 盖盖继续再炖20分钟 蒸熟的南瓜倒进破壁机 倒入牛奶 牛奶跟南瓜的比例是1比1的量就可以了 如果您喜欢浓稠口感的 牛奶可以少加一点 加上糯米粉 盐和糖 果汁煸2分钟 最后再加一点点炼奶 奶香味更浓 还可以撒上你喜欢的干果 南瓜羹喝一口 哇 整个世界都是甜的 热心肠的蹦妈 再给孩子烤个蛋糕 正好家里有好多芒果 今天就来一个简单的芒果蛋糕 蛋糕配是我昨天晚上就烤好的 烤蛋糕 蹦妈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这抹面呀 真是我的硬伤 至今为止没有抹出一个像样的蛋糕 儿子嘲笑我说 妈你抹蛋糕就像胡强一样 说实话我都不好意思发出来了 哎 蛋糕虽丑呀 可是阿姨的心意 这辛辛苦苦忙了一上午 两孩子都没来 一个是请假 咱那小收心去她外婆家了 本来我还打算把这个蛋糕送到孩子家去 不过一看那造型 我觉得太丢人了 实在拿不出手 就请我们家邻居过来一起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